今天大揭秘教大家如何去獲得一些神裝 而且是收集品的 這是運用每一週年的數回Cupon券的技巧 那很多人有在用 但是也很多很多人不知道 今天來教大家怎麼樣去 去如何去解這個成就 來 首先你找很關鍵 找刻印 你去找刻印 有的人會知道 我敢保證一定有人知道 你找刻印那兩個字 你在找身上的神裝 這邊收集品所需要的神裝 我覺得這邊還不夠厲害 這是很難的喔 來 注意看好聊喔 注意看好聊喔 來 請問在座的各位誰身上有加7的神官魔杖是刻印的 有的按A 沒有按B 請投票 觀念很重要喔 理解嗎 神官魔杖身上有刻印的按A 沒有的按B 請投票 所以你故意把神官魔杖衝加7再去衝加8 假設他爆掉之後你屬毀 你就會有個加7神官魔杖刻印的 聽得懂嗎 你就會有個加7神官魔杖刻印的 那這個刻印的神官魔杖要怎麼獲得 我沒記錯啊 以前可能有活動 你有辦法獲得 可是你用做的 它是做不出來的 我應該沒記錯吧 應該沒記錯吧 所以大部分人是沒有嘛 那有的人 我跟你講那個人可能就是用這招的 那不然 剛剛按A的人你告訴我 你怎麼去拿到神官魔杖刻印的 你怎麼拿到的 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除了用我現在講的這招 還有沒有別招 這樣做嗎 還有這一把 迪比斯歐西里斯雙刀 這把可以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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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比斯歐西里斯雙刀 這把可以做嗎 刻印的 這樣懂了嗎 神招齁 這是秘技 大公開 知道的人算是少數啦 但是我真的有遇過有知道的人 真的 了解喔 歐靈有 歐靈是刻印的嗎 歐靈是刻印的對不對 我不太記得 歐靈是不是刻印的 但是神官魔杖這個我是蠻確定的 好像弄不到 懂嗎 歐靈日記我記得做出來是非刻印的 我怕我記錯 歐靈 歐靈是刻印的還是非刻印 右邊再幫我分享一下 是刻印 用轉的是不是 好 用轉的 用轉的 所以你假設你沒辦法的時候 我去架上買一把 非刻印的 衝爆之後 你這樣苦碰券才把它贖回來 懂了嗎 所以 這把比較難啦 這把之前 轉是轉得到啦 所以這把是比較高難度的 所以 大家如果 你缺收集品的話 用 贖回的方式 去把你的刻印的收集品解成就 就是這次使用的技巧 OK 好啦 分享給大家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請記得右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喜歡訂閱 旁邊的按小鈴鐺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 大分享 大公開 大揭秘的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動 萬一衝過了怎麼辦 欸 幹 我沒衝過了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好 好 好